哈囉,我是Amy 哈囉,我是Li 我們是Ami Andori 我們今天要來聊什麼? 我們今天要來聊日本人哪裡被討厭 大家是不是很想要聊這個話 對,我已經感受到很多很強烈的怒氣跟不滿了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把全部都給講出來 講明白,大肆的撻伐一下 有一個機構每年都會進行世界十二國的親日度調查 而且我覺得這個調查超級日本 只有日本人會跑去問別人 你喜不喜歡我們?你要不要來?你想不想來? 超奇怪的 然後詢問日本是 超喜歡?喜歡?討厭還是超討厭? 他這十二個國家裡面 就是除了有台灣、韓國啊 然後一些東南亞國家之外 他其實也有問澳洲、英國跟美國 所以其實還包得滿齊全的 在2020年除了中國、韓國、印度以外 所以他國家幾乎很少回答超討厭 中韓就是有歷史因素 對啊,所以其實他在疫情前的話 是連選那兩個很極端都比較少 尤其是超討厭其實還滿少的 但他們的好景到2020年就結束了 對,對 在2021年之後這個比例就增加了 回答討厭加上超討厭的比例 在久的國家中上升 並且在2022年達到了頂峰 雖然2023年的被討厭率有所降低 但是還是沒有以前那麼的不被討厭 對,他以前就是幾乎不會有人選超級討厭 但其實現在即使是西方的國家也會有選很討厭的這種 日本人其實也不會問為什麼耶 我感覺日本人每次就說一個國家 他這個國家是有名的親日國家 然後他也沒有問為什麼 他只在意別人喜不喜歡 他卻對於別人本身沒有興趣 對啊 然後除了討厭比例上升之外 我們來研究日本哪裡被討厭 最詬病的當然就是跟工作有關 還有人際關係 我們整理了七個七大點 對,我們先來看第一個 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 骨頭和肩前的討厭 表面功夫跟真心話 沒錯 其實大家都算是受害過的啦 受害超多的啊 對啊,我們在做朋友特輯的時候 就會遇到很多人是覺得說 為什麼那個人很熱情的邀我 對,或者是一直對我很好 可是他過來就突然出現斷了聯絡的狀態 一開始可能會等他來約 後來他不約的時候 就有很多人是自己去約 然後他們就會說 啊,じゃあ,行けたら行く 或者說 啊,行けたら行く ちょっとスケチュール確認するね 然後就沒有下午了 對,然後被有點接近放鳥的人 就想說我做錯了什麼 而且他們真的會放鳥欸 因為其實我年輕的時候也還蠻常就放鳥 真的嗎? 他們會那種會到直前 對對對 然後跟你說他肚子痛啊 他什麼的 我覺得那都是騙人 然後我想說 對,那一定是騙人 他們超級容易肚子痛 對啊,然後就想說 你不想去你就直接跟我講就好了 他們常常就會覺得 嗯... 很痛苦 まあでもいい啊 就先打理你 然後越到越近他們就覺得 嗯... 好,我其實對於阿米有點苦 他長得太正了 什麼都會說 欸,我真的講都這樣啊 沒有,而且重點是那個還是他約我的 不是我約他 哦,那這樣就 好像有同樣的例子 對,對 蠻多這種例子 欸,我好像沒有欸 我有一點懂啦 就是他社交上來說 他不想要被討厭 以及他就是他不是討厭你 但是他表現出來熱情 只是他身為社會人的一個表象 但是他... 那外國也會相信他 對,但他在回到家裡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為什麼我今天要出門 就跟我一樣 就是每一次遇到外國人 他們就會說 啊,我很喜歡台灣 可能就什麼都不知道 對 他只知道你們家有小朋友 或者是他只是去過點台風 有可能 對,然後或者是 什麼... 對... 這個... 真的... 真的很明顯 就是你真的對達 超流利的時候 根本就沒有人跟你講你很好的 哦,對啊 已經很久沒有被講過 哦,大概... 大概十幾年沒想到 對啊 他就會覺得說 哦,你本來就應該要這樣 他根本就不會特地去稱讚你這件事情 對 他會覺得,哦,你在日本 差不多這樣啊 對... 好,OK,學者還可以 對... 對... 也是一個維加密集 反正 這對他來說 他就只是一個社交型的talk 他為了不要跟你太牽扯太多 而隨便亂講 他寫東西這樣子 我在查的時候 我有查到一個印度的犧牲者 然後他就說 他在拜登賽機遇到 就是... 本人就跟他說 哦,印度你很興奮 然後他就相信 哇,他好可憐哦 然後他就... 然後他就... 準備很多印度的知識 然後要帶他去吃印度料理之類 然後那個永遠都... 就是... 沒有帶 哈哈哈 哦,他就心碎了 對,他應該就是... 你知道日本人很奇怪 他覺得別人應該要了解 他是在... 他們的タテマイ是... 所有的日本人都看得出來的 對,タテマイ 所以他覺得 今天我這麼的表面 你居然沒看得出來 他就嚇到 想說這個人是... 啼笑還幹嘛 習慣了之後 你就會看到他們那個... 微妙的表情 對啊 對 其實還蠻容易 對,其實很容易發現 跟... 真心的話 你真的就會感受他的真心 不管他是不是 對你的文化有興趣 對 跟對你有興趣 跟... 要不要追你什麼的 其實全部都了然於心 但這個需要一點... 時間啦 那一開始... 而且這個也就是 要人家來配合他們 對對對 對啊 那第二點 其實第一... 第二點其實是一樣的 我覺得 第二點是什麼 第二點是... 不知道在想什麼 真的 尤其是感情方面 對啊 因為他就會... 他其實就是會表現出來 對所有人都很好啊 然後都小小的啊 對 就會有一些... 男朋友們 然後一直笑笑笑之類的 其實不一定是男人 男女都一樣 就會覺得 哇塞 他是不是對我有好感 或者是說 我可能有機會 然後約了之後 就... 沒有再收到訊息了 沒錯 哭哭 對,沒錯沒錯 或者是約了就不出來了 對啊 雖然說我們都覺得應該看得出來 但我覺得有一些可能真的是 有點困 我們就現在來解釋一下版邊的思考 就是因為我也不知道 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歡我啊 就像我剛剛說 你一直說什麼 我很讚或什麼 我都覺得你只是... 我都會覺得你只是 你知道社交表面 然後... 反正不管你再怎麼說 我其實都不會覺得怎樣 我都不會覺得是真心的 我反而是這樣 所以... 我就不會... 我就不會假定你喜歡我啊 所以我怎麼可以就是... 我剛才就是先跟你吃飯啊 直到你真的是發生什麼事了之後 我才會說 喔... 不是 結果... 我沒有要跟你結吻 我好像懂 因為他不會把他的心意一整... 日本人都是 喔...他會在這個... 這個洞裡面... 游移一下 然後可能... 丟個石頭下去 然後... 再... 再游一下 再丟個石頭下去 然後... 如果... 好像... 好像還蠻好玩的 你要不要擺認自白的確定 好像還蠻好玩的 他才會自己就覺得 換... 所以就比如說可能約出來 他可能比如說要牽你的手 然後如果你拒絕了 他就會覺得 啊... 他這個女生是不是很擺菜 他會就是一直在扣別人分的感覺啦 就算他是主動 他會覺得說 這個是不是後來會很難搞 嗯...對 為什麼... 沒有 而且... 我不知道這個有沒有辦法讓大家參考 就是... 我後來就不會因為 對... 因為我根本就不在乎他在心裡的時候 真的... 真的... 因為我覺得不管你在想什麼 如果你今天就是不聯絡 那就好 你不要聯絡 我幹嘛要去管你 為什麼要跟我們... 為什麼不跟我們聯絡 我只接受事實 因為其實他現在想 跟他之後的行動 不一定是一致的 所以後來... 長大以後就不太... 不在乎他們的 對 就不在乎別人 只會想說那我現在到底想要什麼 因為如果你已經覺得 不知道別人在想什麼 其實你就是不開心啊 對啊 除非你喜歡這種 猜心的感覺 猜疑的感覺 那我覺得愛妹要建立在... 有失... 有來有往 對... 如果沒有的話就不有事了 對... 我覺得你前男友比較... 對... 我前男友在想什麼 就是直到分手的時候才說 其實我想跟你共度一輩子 然後說... 蛤? 可是我那時候覺得 我其實也滿懷面他 因為我就是完全不需要管他 他到底在幹嘛 你就是不在乎他 你就是不在乎他 誰要考慮 因為我就不用去負擔他的情緒啊 對啊 可是我覺得像這種思考模式 西方人真的沒有辦法 所以我就覺得西方人很容易 就是覺得... 蛤?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就是我在美國的時候啊 然後只要遇到美國人 或是華裔的台灣人 中國人 我就說我在日本 是待了這麼多人 然後大家就說 蛤? 你真的OK嗎? 你還好嗎? 你好厲害 什麼的 因為在國外又不在乎 又充斥了更多 我關日本的就是匪夷所思的 就是說他們怎麼樣壞 他們怎麼樣壞 比如說... 這是我遇到一群台灣人 然後他們的朋友 然後兩個都是 在美國長大 一個是日裔 一個是華裔 然後你知道這個組合其實不少啦 然後那個男生 他就想要辦生日趴 而且他們是你知道十幾歲的人喔 十幾歲當然是想要辦生日趴很正常吧 然後結果他在日本就說 嗯... 可以不可以不一樣 然後那個他就說 嗯...可是我真的很想欸 然後那個日本女朋友就... 就... 煩惱了很久 然後就跟他說 那可以只能找... 六個人